在小龍包上淋扇滿滿的特製醬料 顧客吃得津津有味 這家小龍包在地經營超過40年 皮薄多汁讓人吃下肚超滿足 許多顧客吃一次就愛上 甚至從學生吃到現在已經當爸了 帶著小孩到店裡品嚐 這個不變的好味道 很好吃啊 因為我大概吃 念書的時候就開始有在吃 我覺得它的皮都很薄 而且那個汁啊 汁非常的多 還滿鮮甜的 再加上我最喜歡它的那個醬料 有蔥 洋蔥跟那種辣椒 辣辣的口感真的非常好吃這樣子 它的料很飽滿 然後口感好 然後因為剛出爐 所以有點燙口 因為它的醬料比較 給的比較煮 所以變成說不好沾 所以我變成是倒進去的方式 感覺很好吃 這邊是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要那個湯包很多汁 然後再配上它的蔥跟那個調味 對 這樣搭配的話非常好吃 顧客們最愛的吃法 莫非是在小籠包上加上特製醬料 小籠包搭配蔥醬吃起來相當解膩 也提升整體的口感 再來碗料多的酸辣湯 讓人飽餐一頓 顧客也說不論是內用還是外帶 都一樣好吃 非常棒 沒有變味 一樣很好吃啊 這個拿回去的時候打開 再把它的醬料就放在那個裡頭 那裡邊一直有那個水啊 非常鮮美 主要的是它料子很新鮮 第二個很乾淨 他女兒他兒子都非常孝順 有這邊幫忙 經營43年從小攤車到店面 女兒也回到家與爸媽一同經營 讓小籠湯包不變的美味 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將市民陳英軍高雄報導